人们都在寻找应该要如何恰当的去解决一个问题 很多的时候甚至使用上了非常激进的手段 但是往往呢不仅不可能达到目的 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 上个礼拜五是世界地球日 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样一个节日 但是因为这一条新闻的发生 所以我才关注到 这个新闻讲的是有一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 一个50岁的佛教徒 同时他也是一个气候活动家 Win Bruce 他来到了美国的最高法院前面 来进行一个宗教抗议活动 为了反对使用化石燃料 也是为了让所有的人们都对气候变化关注起来 于是他把他自己点燃自焚身亡了 随后急救人员马上就把他空运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 经过了一天的抢救之后 在周六晚上宣布他不治身亡 那么这个夸张的事情到现在还没完 就在他去世了之后 他的朋友发推文强调说 他这个不是自杀 他只是在实践香巴拉佛教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 这个推文是这么写的 这个家伙是我的朋友 他和我们的僧家一起冥想 这种行为不是自杀 这是一种无谓的同情心行为 只在引起人们对气候危机的关注 我们正在拼凑信息 但他至少为这件事情已经计划了一年 我好感动了 首先这就是自杀 自杀的定义就是你自己杀了你自己 所以才叫自杀 那这个人呢 往自己的身上点火 导致了他最后的死亡 所以毫无疑问的 这个就是一起自杀的案件 那么其次呢 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地球 呼吁人们不要再使用化石燃料 希望他的死可以引起人们的警醒和关注 但是事实就是化石燃料在我们的生活中 使用的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 现在我们基本上大多数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由化石燃料加工而成的 像锯脂啊 丙锡酸啊 尼龙啊 氨伦啊 还有醋酸盐等等这些合成的纤维 都是由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制成的 所以如果他在自焚的过程中 他有穿衣服的话 那么他释放出来的气体 是否对环境友好呢 这是让人痛心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宝贵的 他的死亡并不会让人们放弃化石燃料的使用 也更不会让人更多的关注环保议题 但是如果他要是真的想解决问题的话 一死了之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而最病态的是 他已经筹划这个自焚事件这么久了 他的朋友却没有人阻止他 反而认为他的行为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会病态到这样一种程度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看到有一个人明明就是要去送死 但是你却认为这个事情让你感觉到很感动 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变态的事情到底还能有多少 我们都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要了解神创造我们的命定 我们的identity MyID这间公司的高级面膜 定期的使用从神秘果萃取精华而成的MyID面膜 这个特殊的配方全世界只有这一家有 所有的暗窗、皱纹、青春痘、粉刺全部一网打尽 不只是这个样子 MyID的创办人设立这家高档的皮肤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吁群众对于人口贩卖者的恶行的警觉性 和对于受害者实质的帮助 这些受害者如果没有被及时的医治、帮助 重新回到社会正常生活的话 他们将会是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或者是谁 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会爆炸 当你在myid.life购买时 使用折扣码、AI news全部大写 所有的利润全部都会拿去帮助这些被摧残中的儿童 也有部分会来帮助AI news继续传播正确的价值观 现在使用AI news的折扣码还送价值25元的眼膜哦 脸对于男人跟女人都非常重要 特别是女人 当一个女人有漂亮的脸蛋的时候 她的自信、生活、体验、甚至拍照的数量都会提升 也会有勇气去跟不正义的事情对抗 所以今年的母亲节送自己的老婆 送自己妈妈一套 MyID的面膜 甚至送自己的女儿一套 让她们知道她们是被爱的 对于女儿一套 对于女儿一套